《西伯来书》 第二,我们来看《西伯来书》 第十章,第二十五节 《西伯来书》 第十章,第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话聊的人 倒要彼此劝联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可到如此 那日子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 必要再来 必快再来 那日子已经临近 我们更应该如此 因为在主再来之前 各样的异端 会更加的要加紧来搅扰我们 魔鬼有更多的诡计 今天我们只有不停止聚会 在聚会里面 我们可以彼此勉励 彼此提醒 所以我们说 这里不可停止聚会 不可停止聚会 不可停止聚会 要有固定 教会生活 这个聚会不仅仅是一个主日的崇拜 我们也知道 有彼此的团契 有茶经 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内容 可以达到彼此勉励 可以达到彼此勉励 这个是我们说环境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 卫生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 卫生 我们都知道 孩子长大 你不讲卫生 孩子就会常常生病 我们要讲卫生 那么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 属灵生命的卫生 就是要自节 我们都知道 我们虽然信了耶稣 罪已经得到赦免 我们也不一定是故意的去犯罪 但是当我们今天 还生活在这罪恶的世界 我们难免会沾染无悔 我们的习惯在吃饭之前 我们都会洗洗手 不一定是因为我们这个手 去拿了什么招的东西 但是我们说 因为我们总难免这个手 在这里会碰到 在那里会碰到 手是我们出觉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这一个习惯 今天我们说 我们因为会碰到很多 可能是会有灰尘 会有点脏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过一点的时间 我们吃饭之前 为什么要洗手 难免手会碰到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要吃什么东西 我妈妈一定告诉我 要赶快先去洗手 然后怎么样 才可以来吃东西 因为孩子更不容易注意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属灵的生命 我们需要常常来反省 我们的罪 并不是我们故意犯罪 但是难免会有失败软弱的地方 今天我们只有常常反省 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的这些失败 我们向主承认 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有长进 我们的长进就是像这些失败 我们就可以胜过 以后就可以少反 所以我们说 我们讲的卫生 那就是今天我们需要 在这些自己的生活中 常常有反省的时候 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 第二十七节 雅各书第一章 第二十七节 我们这头来念 在这时我们的父母念前 那心结没有变不断千成 这是他们不在困难中的孤儿化妇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最后的一句话 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今天我们应当承认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 难免有沾染世俗 难免有沾染世俗 自主 污秘 污秽的时候 正因为这样 我们需要常常来反省自己 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信了耶稣以后 受到的教导 每天早晨起来要祷告 求神带领我这一天的路程 晚上睡觉之前要祷告 要反省自己 看看这一天里面 有什么不讨生喜悦的地方 然后我们要求神的宽恕 求神的怜悯 虽然并不是害怕不得救 但是总觉得这样的得罪神 那是我们的亏欠 我想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做法 每天自己总结一下 一天的情况 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并不一定需要 有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常常反省 今天当然 我们这样的反省 不是为了害怕不得救 我们这样的反省 是为了什么 保持自己的圣洁 今天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 这个生活惯了随便 我们说 不注意卫生的 怎么样的招 他也没有什么感觉 一个生活在一个 比较卫生的环境中习惯了 有一点不干净的 他就觉得很不自在 今天我们说 我们在生活中 当然我们不要变成一个挑剔的人 但是我们必须 要保持 我们的卫生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一个在保持卫生习惯的人 就不容易生病 一个不注意卫生的人 常常不是拉肚子了 又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说 这还只是人生的生活 常常生病的人 一定长不好 一个孩子常常生病的 我们都知道 这个孩子一定 不会长得很健康 今天我们要使我们的生命丰盛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自己 那么我想第二 我们来看 那就是约翰福音 十三章 第十节 约翰福音 十三章 第十节 我们一同来念 耶稣说 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脚 为蒙徒洗脚 那表明他的谦卑 他的服事 要蒙徒也都是谦卑 彼此不是 但是我们说 在这里的 跟彼得的对话 让我们看见 当耶稣讲洗脚的时候 他另外有更深的意思 耶稣在这里先说 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 我们说 在实际的生活中 没有一个人 洗过澡的人 就不再洗澡 只洗脚 过了一定的时间 还能要洗澡 但是确实 我们洗脚的机会 会多一点 当然 耶稣在这里 只是一个借用 耶稣的意思 洗澡 在这里意思 只要一次洗脚 经常了 而且一个 没有洗过澡的人 和耶稣是无关的 我们都知道 只有一个不信的人 才和耶稣无关 所以在这里 说明的洗澡 就是指什么 信耶稣说的 而且耶稣在这里 耶稣从起初 就知道谁没洗澡 我们都知道 在十二个门徒中间 哪一个没有洗澡 犹大 对不对 所以说明 这个洗澡 耶稣在这里 是指着信耶稣说的 那么我们说 接下来 既然 为什么要信耶稣 的时候说是洗澡呢 我们的罪 得到耶稣的洗净 那接下来 我们说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是不是要 好好的反省 什么叫洗脚 耶稣说洗过澡的人 把脚一洗就干净了 我们不需要 再重新来相信耶稣 哎呀 我是一个罪人 主啊 求你饶恕我 今天我们需要反省 就看看主啊 求你怜悯 虽然我已经得救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义的奴仆 但是往往我们很容易 又被罪掳去 成了罪的俘虏 我们又有失败 又有软弱 甚至于也会犯罪 每当这样的时候 我们经过反省 我们就怎么样 求主的赦免 也是自己从这一个失败中 要怎么样的出来 要怎么样起来 我们说这就是什么 洗过澡的人 我们只要把脚一洗 就干净了 这一个洗脚 真是表明我们要 常常反省 今天我们信耶稣 一生只要一次 但是我们的反省 确实要经常的 洗澡一次就够了 洗过澡的人 把脚一洗 就干净了 我说耶稣的教导 洗过澡 洗过澡的人 把脚一洗 把脚一洗 就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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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章二十八节 讲到领圣餐的时候 也是要求我们反省自己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八节 那么一通来念 人应当自己省茶 然后吃着饼喝着飞 人应当自己省茶 今天我们要有反省的时候 这是第四 第五 我们说要有锻炼 只有经过锻炼的 这个身体才是健壮 生命才是丰盛 那也就是我们 属灵的生命 也要有操练 属灵的操练 越有操练 我们越能够使生命丰盛 我们知道 当我们讲到 在生命的丰盛健壮 我们马上会想到 那些运动员 那是体现了 人的身体的健康的体格 今天我们说 一个运动员 为什么他能够有健康的体格 经过不断的锻炼 我们都知道 一个运动员 有的时候 我们看见 明年我们国家就要有奥运会 能够在奥运会里面得到金牌 那是世界上体育中最高的荣誉 今天我们说 一个人能够拿到这个金牌 大家在下面都很敬仰 也都很羡慕 但你知不知道 他能够这样得到 这样的一个成绩 他是经过多少的 勤学苦练 那是要经过多少的锻炼 并不是这么样容易 就可以得到的 今天我们属灵的追求也是一样 常常我觉得我们真是很羞愧 在这些方面 我们远远不如那一些运动员 甚至于也不如那些演戏的人的练功 我们总是希望一鸣经人 很容易我们就可以为神做大事 今天我们说 你没有很好的操练 你做不到这一些 神今天我一直说 不会用一个懒汉 我们看第一方面 第七到第八节 我们一通来念 只是要继续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父荒谬的话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 运处还少 唯独敬虔 凡事都有运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允许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敬虔是可以操练的 当然我们不要假装 但是为了帮助我们 达到敬虔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操练 可以说在敬虔上 操练自己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凡事尊神 为大为圣 今天我们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允许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应当在生活中 随时注意 尊神为大 操练自己的敬虔 今天如果我们觉得 像神的敬虔的心有不够的 我们就应当要勉强自己 提醒自己 尝尝思想神的话 让我们看见 在我们的人生中 我们要尊神为圣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 还是第四章 第十五节 第四章 第十五节 我们一同来念 这些事 你要应勤去做 你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对 今天这些事 你要应勤去做 也就是一些 侍奉的事工 在侍奉上 操练自己 在侍奉上 操练自己 可以说 要殷勤去做 今天我们在侍奉中 越殷勤 侍奉主 就 越 有 丰盛的 生命 我们的生命要丰盛 我们就应当 更多的 来参与 事奉 我看到 好些弟兄姊妹 开始的时候 对事奉有顾虑 总觉得 我不配 我不行 真的等到 他投入到 事奉里面来 我们会看见 他那个生命的改变 生命的长进 比那个自己 坐在家里面 关上门 自己读经 祷告 那一个长进 要快得多 因为今天我们说 一个人要身体好 你必须要出去活动 要锻炼 你坐在家里面 看那个营养书 我相信 没有什么用 不会使你身体 更加好起来 这是第五 还有第六 那就是 要有阅历 一个生命丰富的人 阅历一定丰富 有的时候 我们跟一些 年老的人谈话 他跟你谈话的时候 各方面 他的看见认识 都是那么样的丰富 当我们跟他 谈了话以后 我们常说 这个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今天一个 没有阅历的人 你跟他讲 他可能懂一方面 可能他也是博士 他这个博士 只是某一方面 工程的 机械的 什么的 他讲的 他的那个博士 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可能你跟他谈话 你对他的那个东西 一窍不通 在你的生活中 他的东西 不一定直接能用 但是今天 有些人 他是真是很有阅历 我们常说 要读万卷书 要行万里路 就是要多看 要多听 要多知道 各方面的内容 当然我们说 今天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要有所选择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有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到处去 做旅游家 行万里路 但是总的一个意思 我们必须 一个人 越有阅历 越有展进 今天这个阅历 在我们这边 生命中 就是我们生命的经历 生命的经历 今天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讲经历的时候 跟阅历不一样 阅历是指社会的阅历 一个流浪汉 他的阅历可能很丰富 但是他那个丰富的阅历 并不帮助他 今天我们说 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 我们需要有经历 这一个经历 我们说 不是因为你去的地方多 你看得多 你书看得多 今天经历是什么 要经历神的话 不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个人的经历 那是阅历 经历可以说 那就是要经历 神的话 这样的经历 才是真正的有用 才可以使一个人的生命丰盛 可以说一个人的生命丰盛 是因为什么 他属灵的经历丰富 属灵的经历 那是经历神的话 这下面也是两点 第一点 我们看罗马书 第五章 第三到第五节 罗马书 第五章 三到五节 我们一同来念 不但如此 就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是冷难 冷难是保留 老恋是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交换在我们心里 在这个地方你看 有我们说 患难是忍耐 忍耐是老恋 老恋是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今天我们属灵的经历 越丰富 属灵经历 越丰富 生命 越丰富 因而我们说 生命丰富 的人就是因为他属灵 生命的 经历 神的话 多 现在我们跟他谈话 我们可以从他的经历里面 属灵的经历里面 得着很多的帮助 第二我们来看 哥林东后书 第一章 第四节 哥林东后书 第一章 第四节 我们一通来念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有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哪遭各样患难的人 当我们经历了患难 我们就能够帮助 在患难中的人 今天第六节 我们说 有了经历 就能 更好 要经历 你自己没有经历 我们说 你就很难去帮助他 也就说明 你的生命还不够丰盛 这是为什么 我们说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 比年轻的弟兄姊妹 确实占了一些光 原因是什么 经历比较丰富 有的时候 我们听一篇道 只是一些 干巴巴的一些理论 没有真正的 很丰富的经历 大家觉得枯燥 得不到帮助 而另外的一篇信息 如果有很丰富的经历 自己经历的 结合自己经历神的话 给弟兄姊妹的造就 大家就觉得 好像是生命的供应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从他生命的经历里面 出来的 所以今天我想 弟兄姊妹 我们越有经历 我们越生命丰盛 能够帮助其他的人 今天我想我们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我就在这里提这么六点 饮食 呼吸 环境 卫生 锻炼 阅力 盼望我们能够从这六方面 常常反省 提醒自己 来操练 我相信我们的生命 一定能够浮盛 也盼望弟兄姊妹 我们不但是传 这个生命之道 也让我们真能够活出 这个生命之道 做一个传生命之道的传道人